昨天感觉到这个光线特别强 然后我今天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 我不知道怎么样啊 这个很难说 因为毕竟刚开始做这个直播 我也没有特别的 在这个照相技术上学习过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自己还解决不了 凑合着看吧 反正二不落台了 是吧 也不在乎这个东西 总体上来说呢 到了一个新环境 能够有直播的这个条件 及时的回答一些观众的留言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自己感觉到很欣慰 最起码有这么一个环境 这是我居住的这个公寓的楼顶 它这个天台还不错 有点树 有一些凉亭 是吧 最起码 能有一个坐的地方 灯光也不错 但是一下雨就不行了 下雨我就得往楼下跑 我们那个每一层 它那个楼道里面都有一个 所谓的会客厅 应该来说也是可以的 反正大家问的东西也不是很奇怪 我基本上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出这个视频呢 最近就昨天我看了一下 我总结了差不多也就五六个话题 是吧 我自己也看了一下 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越来越尖锐的 有一些其实已经侵犯到了很多人的利益 这些话题呢 很难谈 你比如说中小企业怎么办 留在内地走不掉的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呢 有很多人写过书 从十年前到一年前 我们见到了很多属 人家是卖钱的 靠这个换饭吃的 我从来就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多说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见解可能不一样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也不想惹事 所以我就一直尽可能避免去聊谈 因为毕竟我 说白了就是一老百姓 对不对 我没有自己的眼光 但是你不能挡人财路 我一直是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 挺不错 大家挺同场的 谢谢啊 因为 我这个东西真没经验 所以感觉呢 是 你说的不错 那个心态呢 现在平和了很多 因为原先一直 一直就是说呢 你得藏着椰子 你说话 说半截留半截 因为也有很多朋友 甚至 曾经啊 曾经是 政府部门服役的一些朋友 完了以后呢 专门给你拜年 专门过来跟你打招呼 希望你不要 直接点名道姓 对不对 这些经历都有 完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 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 其实现在也就四个 对吧 中朝月古老 他那个 朝鲜他自己 都玩了一个主体主义 是吧 他玩报的那个 世袭不放 古巴现在也在变天 对吧 那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越来越少 那么老挝呢 就我所知啊 他在国际上 他除了拿援助以外 他真正的贷款 只有中国 而且他还是特别 喜欢那种 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碗来骂粮 就是说 拿完钱 说翻脸就翻脸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你在老挝 你又不能骂中国政府 你又不能骂老挝政府 是吧 有些话 你就不是很敢说 那么到了他过来以后呢 相对好一点 只能讲相对啊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从这抓走的 什么江野飞之类的 现在已经判刑了 对吧 还有一些二货 是吧 经常搞那个 什么什么 什么造反的 什么什么 秀武器的 现在都关在牢里了 所以泰国呢 它也不是一个完全 自由的场所 就是说你有限 你不攻击王室 是吧 你不在这儿鼓得造反 你说白了 最终一点 就是你名气没这么大 政府呢 他也不至于 拉装甲车 把你换回去 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儿弄回去的 大多数呢 他是非法进入 或者说非法拘留 就是说白了一句话 签证到期了 他就黑下来了 对吧 抓你天经地义 哪个国家都一样 那抓了你 又能跟中国政府换钱 何乐而不为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不想 说一些特别过分的事 我只说我自己能看到的 或者说 我能想到的 那么剩下来就出现几个问题了 就大家关心的事 我要一个一个女的话呢 每天聊一个话题 如果时间赶得上啊 聊两个都可以 但无所谓 这东西 对我来说 不是很重要 那我就是一话牢 是吧 你让我聊两个半小时 问题也不大 但是呢 不能影响到大家休息 我选择这个时间 对我 对国内的观众 或者说对 欧洲美洲的 基本上都能就近 因为最起码 他有一个 就时差的问题 我大致啊 大致协调了一下 你看日本现在应该是 十点半 是吧 国内应该是九点半 那么欧洲基本上都在下午 美国基本上也起床了 但是你说那个 靠睡觉的 天天到晚熬夜 完了中午 人家吃过冬饭 他才起床的 这种朋友我也有 是吧 这就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直播也不是 特别重要 聊一聊 大致的聊一聊 泰国 其实可以长期待下去 很简单 泰国是这样的 泰国呢 你一般 像我是用三个月的 这个商务签进来的 那进来以后 我可以申请 旅游签进来的 我可以申请商务签 商务签应该是三个月吧 那申请商务签结束了以后呢 商务签可以转工作签 因为他旅游签是不可以直接转工作签的 所以在这个 泰国拘留呢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我还涉及到这个 孩子上学 老婆开店 对吧 我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其实 其实他不是移民的问题 我也不需要移民 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啊 我个人可能只会拥有两本护照 就两个 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 就是继续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那么第二个也是我想做的 就我非常希望 我能换成中华民国护照 除此之外 这辈子对我来说 别的护照没有诱惑力 也不是说没有诱惑力吧 这样跟你说吧 说良心话 本质上 我是一个中国人 很土 是吧 你说我土都掉渣 对吧 拍一拍身上 有可能还能闻到一股泥土啊 我无法 对着英联邦 或者美利坚的国旗 去宣誓效忠 我既不信仰上帝 也不愿意去保佑旅王 所以呢 我只能当中国人 不管哪一个政府对我来说 我觉得问题不大 对 其实那个台湾问题呢 我跟大家 我跟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一样 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台湾 因为我的家族是当兵的比较多 我们这个家族从明朝开始就当兵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也有 我也有一些亲属在国军忠烈词供奉 将军以上的 那么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我有很多亲属 回到中国 我的亲属 四九年以后 他们分散在三十多个国家 有的继续在国军中服役 有的已经到别的国家落地生根了 是吧 三十多个主要国家都有 所以现在最大的一波可能在新西兰 那么我呢 不是我不想出去 那时候我还小 我没有决定权 知道吧 就是我和我弟弟呢 当时我的亲友们提出来 差不多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去一个人 去国外学习 你比如到法国的里昂钢铁学院 那么学什么呢 学那个钢铁 就你去做一工程师 你去做一工程师呢 他 他这个 南京有一个南京钢铁厂 就是说你 你最起码有门手艺嘛 是吧 中国一直有一个传统叫 荒联恶不死手艺人 是吧 你有一个专场 就算有什么政治运动也好 或者干什么也好 问题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呢 是希望我们 全家去台湾 或者说 派一个 派一个子女 因为我是长子嘛 所以当时考虑的是让我去 但是我父亲呢 不太同意 我去年在推上 其实跟一个推友解释的过程中 我说的很明白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我们这个家族 就我父亲这一边 苏夫弟兄很多 基本上都是兵 说白了 没有一个不是兵 我父亲这一边十一个 那么他们走的时候呢 我父亲正好跟着这个 蒋总统 他当时是国防部警卫团的 那么就相当于现在 83418这一类型的 那么他就跟着总统到处跑 那么他当时在昆明 最后被在昆明被扣留了 就跟着这个 就卢汉扣留了以后 就跟着这个审罪嘛 因为他 国防部警卫团 他基本上都是 战斗英雄或者说 将官 那么官员 高级官员推荐 说白了 红二代 就这种 这种性质的 那么完了以后呢 被扣留了以后 就拉到朝鲜去了 他们其实 建国以后应该是 中共建政以后 因为他们不算 不算离休嘛 他们不算离休 就是属于那种 建国之后 他有一个分界线 所以他就 拉到朝鲜去了 他们是第一批 就没有宣战就入朝了 五十军 一四九师 四四五团一 那么说白了一句话 我们这个家族 给托到朝鲜 那至少有七位 回来了四位 是吧 有三位 就埋到朝鲜 近代史呢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家族史 因为我们这个家族 他 从这个记录上来看 或者说我们的亲属 参与的一些过程 其实大家族呢 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 所谓的腐败 或者说这种贪腐的家族 就大的 比较 比较知凡业貌的 其实现在也一样 他有一部分人是 倾向于变革的 有一部分人呢 是到国外去守着 他们的财产的 给他们转移出去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他就挺着政府 挺到哪一步 是哪一步 然后都不对 立马撤 中国所谓的 牵连家族很少 原因就在这 就是说你的选择 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也不可能是 每一次都给你赌赢 所以你在周边国家 你会看到很多中国的大姓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 朝鲜和越南 其实日本也有 只是很多华族 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你不太容易找到他的根基 那么在越南呢 他还保留着汉姓 他前37个还是34个大族 都是汉姓 那么很多呢 都是从中国移居过去 他是渊源有序的 那么朝鲜也是一样 我们讲的这个旗子朝鲜啊 他其实一直是在延续的 就包括泰国 泰国其实也有很多华人 他华人的比例相当高 只是因为我现在在泰国嘛 有些东西也不太好说 对吧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 泰国的历史 尤其是这个王室的严格 这就侵犯了泰国的宪法 这种事我目前是不敢做的 今后只要我在这一天 估计也不敢做 那么刚才我就说了 我今天其实预告过 预告过就是 从今天开始嘛 就昨天就开始了 昨天是事 那么今天应该就可以 可以那个跟大家直播交流 交流的过程中间呢 我觉得 每天差不多半小时吧 不影响大家 那么有人捧躺呢 来个十分钟 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就挺不错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会尽可能的 就如果没有特别的事 我尽可能的每天 搜索三十分钟 进行这种互动 大家如果有什么 想到的东西 随时可以提问 或者说在 油管去留言 或者在推特给我留言 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 那么今天呢 说白了 你看一半的时间过去了 马上的十五分钟了 我都没敢说 这个贸易战的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 我已经说过两次了 我都觉得厌了 根本就没有贸易战 三个月前 我出过一个视频 叫贸易战的本质是制裁 完了差不多 大概十天半个月以后 我又跟着出了一个 也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吧 我说 放弃幻想了 制裁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呢 就不太有人听 就我们的声音 其实是传播出去的 很小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属于那种老百姓 你知道吧 我只会说大实话 我不会给你编造 很多理由出来 我也不会去读经济学 是吧 金融 国际政治 去学个三年五年 是不是 然后完了 出来冒充一专家 我觉得算不上 其实我们现在在推上 或者在油管上 看到很多名家 他们拿着世界 著名大学的一些 博士的牌子 出来挺吓唬人的 你要听他讲 中国问题 涉及到内地的 涉及到内地的 你说你 你说你革命成功以后 你去清算 是吧 你把那江泽民 江泽民李鹏都抓起来 都枪毙也是吧 让他们偷钱 是不是 就是然后完了以后 清算六四的这些筷子手 完了把那个习近平 扶起来 让他们蹲在地上 打他们三五十枪 是吧 这东西没有意义 懂吧 你说这些 没有任何意义 你对中国最有现实价值 是你 不要说那么多华丽的语言 你去搞清楚 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就可以了 就中国现在 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就这样跟你说 中国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就他本来自己是玩得转的 他不管是欺骗国际社会 还是欺骗本国民众 他其实一直过得挺不错 所以你看 江泽民也好 这个胡锦涛也好 包括习近平 他们其实自己都是 智满义得的 他们完全摒弃了 邓小平时期提出的这个 低下头来 是吧 涛光养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我现在越来越强了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 就他这种幻觉 不仅要告诉全国人民 他还非常非常希望 能告诉全世界 就我不仅很强大 我还可以 去向全世界输出 我的意识情感 那么利用金钱 来收买各国的媒体 甚至政要 那么通过一些 有偿的这种旅行 邀请外国的政客 甚至经济方面 科学方面 科学领域的一些 专家到中国来认识 中国了解 他这个做法呢 原先是玩得算的 因为你知道 人啊 他有一个惯性 他有一个惯性 改革开放之后呢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就西方国家 所有的国家 他其实都是想来 套用这个世界上 曾经的专制国家 是怎么样垮台的 就别人都是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 自然就有政治上的代言人 那么你这个国家的专制 这个基础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松动 是从内部开始 那么西方国家 也是这样想的 它也就放开了一些 对中国的技术出口 那么完了以后呢 在工业转移的过程中 说白了 就是这种污染企业啊 转移的过程中 给了中国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呢 其实它是一个 组装大股 确实是 不是说曾经是 那么到川普这一届呢 就麻烦了 其实到川普这一届以后啊 它出现一个问题 就美国人也在纳闷呢 就是说 它出现了一个 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一个领袖 来当总统 他把人们藏着椰子的一些话 直接在明面上撂出来 他说要美国第一 要制造业回流 他要重塑美国的辉煌 他要让美国的工人阶级 都能幸福 这东西麻烦了 因为世界的主流 前面一直是什么呢 一直是地球村 是吧 就社会化 社会化的这个分工 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啊 那么你 是吧 你比如人多 勤劳 不是很懒 那么你就做一些组装 加工的这么一个工作 因为你资品率低啊 你要是民众素质相对差一点了 你组装你都干不好 是吧 你其实中国人走到国外看的话 有很多国家 单从工人的素质上来看三个 相当于中国一个 你别说中国的素质差啊 说一个日本工人 抵三五个甚至十个中国工人 或者说一个德国工人 一个美国工人 他能抵多少个中国工人 你不能这样比 你别跟好的比 是不是 人家工业化已经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的国家 你别跟人家去比 你跟后进国家比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 你都会感觉到中国的工人确实好 最起码他数算盘出的 你拨一下 他动一下 很多国家呢 他不是这么回事 别说你拨不动他 你甚至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发工资 有很多国家 他发工资是半个月一发 或者一周一发 领周行 好 我就算半个月一发的 你发完工资以后 经常第二天 老板就得亲自上生产线 为啥呢 工人不干了 不是说辞职啊 他找理由 甚至不打电话 就打电话最多跟你说 哎呦 我昨天吃多了 拉肚子了 喝酒了 是吧 发了工资 请朋友喝酒了 完了拉肚子 我休息两天 这算给你面子了 正常的情况呢 他是不打电话给你的 就跟矿工一样 他在家能玩三天 甚至玩一个星期 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他就来找你了 他找你来 其实第一件事不是上班 但是他回来是上班啊 就是他第一件事 不是为了上班 而是为了跟你预支工资 他预支 比如预支点钱给我 也很少的一点钱 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 一两百块人民币 然后他就正常的又上班了 你到15天后 再发工资的时候 这毛病又来了 你要遇到这种工人 你跳楼都来不及 所以在非洲有投资 或者在东南亚有投资的 我相信啊 我相信 有很多商人 中国商人 有过这种经历 只是大多数国人呢 因为你们没有出来过 或者你们只是旅游 所以你们看不到这一天 完了之后呢 打了牙王 斗着你呀 中国商人又不好意思说 对不对 你报警都报不了 这是民族性 对不对 所以呢 中国在这个产业转移 全世界的这个范围内的 产业转移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 涉及到高污染的 高风险的 那么这么一些行业中 其实中国呢 是占优势的 人家是通过中国 来卸掉了这个担子 就是所谓的保护环境 你看你在美国 你可能都找不到一家 电镀生产企业 是吧 美军肩膀上带的这个薰镖 都是温州生产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电镀它有重金属污染 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现在的问题在 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主要国家 它其实已经不想跟你玩了 不想跟你玩 并不是说你中国的成本有多大 你说你九三年开始 你搞这个劳动法以后 是吧 最低工资标准 三险一斤五险一斤 这不重要 这东西并不重要 在人家眼里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中国的数据不正常 中国的GDP增长 这些专家的数据不正常的 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企业 它是有长远规划 它不是说你这个小公司 对不对 你国际的这种托拉斯 它都是属于那种上百亿 上千亿 甚至上万亿的这种巨头 那么呢 你出现过一些问题 就出现过一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历史上 你就不清白 你随时会变换政策 而且从长远的这个利益上来考虑 在中国的投资即将产生很大的风险 你比如现在 其实它就已经出现风险了 出现什么风险呢 就我前面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 则换成美元的话 差不多是五万亿 这个五万亿呢 人家是真金白银拿进来的 比如说我是一美国厂人 我进入中国 我带了一千万美元 到了中国 我第一件事 我就得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我得买东西 对不对 我在中国买 我在美国买的设备无所谓 我在中国买的设备 是不是 我交土地出上金 我租这个厂房或者买厂房 我在中国买一些 所需要的原材料 是吧 你这个东西 包括发工资 是吧 你这个东西 你都得 你都得那个谁 请客吃饭打点 找个小姐 是吧 是吧 这些事 就你算本土化的员工去干 你必须付的得是人民币 是不是 你跑到那个 拉皮条的那 你给人200美金 让人给你提供一姑娘 解决这个高管的这个 生理问题 你给人美金 人不认识 对不对 你得给人民币 所以呢 这个东西很麻烦 这五万亿真金白银的端进来 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 他不是说他不想走 有的国家 他的企业 他很反感这个管制 对吧 因为他从小他就不受政党的管制 你到了中国来 你说你中国有一些政策 是吧 我得本土化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说你在我的企业 要建立党支部 完了之后你派一 支部书记 我还得给你出钱 还得给你出时间 还不能影响你的支部的发展 我还得给你腾灰一使 完了给你定期的组织学习 开会 学习你们国家党的元首的这个 掌划精神 哇操 你这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 他受不了啊 他没有这样玩的呀 对不对 他本国的党派 他也没这样干过 你说 你说我到了中国来开一企业 我还得养一堆书记 他谁也受不了 对吧 那么从总体的这个投行 或者说经济学家 为他们做的长远的分析来考虑 其实很多人他就已经决定测了 但是他测的过程中间 他发现你没有钱给他 你比如说我把这企业 卖给华人 或者卖给卖给政府 你得给我钱 你给我人民币没有用啊 你得给我外汇 对不对 我来的时候带的是美元 是吧 你走的时候给我日元也可以 对不对 无所谓 你给我港币我也认 问题是你给我一大堆人民币 我怎么搞 对不对 我带回美元 带回美国 谁认啊 对不对 这就出现问题了 但你跟他要硬通货 政府没有啊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 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美在的持有者 或者说你的外汇储备 全世界第一 日本是第二 对吧 但是现在你还敢说这个话吗 就算你敢说有人信吗 对不对 政府手上能够支配的 不会超过一万亿 你不管他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万亿 那么你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人家有五万亿的投资在这 你现在只有一万亿的 能够支配的资产 来跟人家兑换 人家走不了 走不了怎么办 有的企业什么都不要了 掉头我就走了 我不干了 去年我们就见到过一个企业 十个亿的盘子 丢在中不要了 坚决彻底的 撤了 不仅撤 而且一分钱没少的把工人工资全给付了 这两年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在撤了一种 其实它撤完了以后 你连对美的贸易顺差都不用带清完 因为你就没顺差对不对 你出口的能有什么呢 你现在是组装加工都算你出口 是不是 你在中国生产的硬盘 在中国生产的手机 在中国生产的这些电子产品 你都是以对美贸易的方式 获得了 外汇 其实中国要的是汇而不是差 中国希望获得全世界的硬通货 它来跟这个世界交流 物资交换的过程中间 它是需要外汇的而不是本国货 你硬的再多没有用 对吧 不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贸易战 其实是由美国挑头发起的一个对中共的制裁 它觉得你继续这样玩下去对美国是不利的 第一 你不利于美国迅速的走出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 形成的这个谷底 第二 我继续扶持一个正在成长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说 它是不相符的 美国其实玩的是跟英国 我们曾经说的那个曾经的第二个日不落帝国一样 就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西班牙 是把西班牙失败了以后呢 所以很多人知道英国是大布列颠及北尔南联合王国 它是这个日不落帝国 其实它是继承的 美国现在继承的也是英国的玩法 就它始终联系第二第三第三第四来打击第二 始终不会让紧随着它的第二个经济体长久的稳定下去 那这个套路其实是很正常的 历史上大家都能都能看得着 这没有什么可以例外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贸易战 其实它只是双方的一个筹码 在大众眼前的一个显现 它的本质并不是贸易战 它跟贸易战是没有关系的 一我要打击你这个经济体 第二你不仅在就通过正常的渠道 在跟西方交流 同时你还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 在获取别国的一些信息 也包括工业间谍 是吧 其实我们知道工业化以后 那么德国美国都是山寨英国的 日本呢它是后进国家 它山寨全世界 就主流的国家它都山寨 英国德国美国它都山寨 那么到了中国这一波呢 我们现在也在山寨全世界所有国家 这很正常 这个学习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山寨的过程 对吧 德国货也好 这个美国货也好 它刚开始的质量都不好 英国货确实比它好 那么它有一些自己的特长 最终呢 德国的汽车造的就全世界 现在目前啊 应该是最好的吧 是不是 那么瑞士的手表也是一样 我以前就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没有一个国家 它是山下来 它就工业很强大的 都是从这个农业社会 进入工业社会 都是跟别的国家学的 这个东西很正常 只是中国在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有一些手段 拿不上台面 所以呢 现在被集中曝光了 就觉得中国在盗窃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经济 生产 科技 各方面的这个信息 甚至军事上 其实我告诉你 魅力 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都在做 很正常 从国家的利益上来说 很正常 所以没有什么贸易财 其实它是由美国主导的 西方国家对中国形成的一次制裁 这个制裁的目的很简单 先翻你现在这个制度 因为你这个制度不符合 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希望 因为人家要的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 中国有13.8亿 基本上能确认的这么一个人口基数 中国还有900万平方公里 那么你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地盘 这么大的人口基数 你这个市场必须得开发 现在呢 中国我们看到的差不多不到2000万这种特权阶层 他们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甚至万亿的资产 但是更多的人 他很穷 他没有购买力 那西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西方必须要自救 那么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 大家一个哈哈两个笑 无所谓 那么你现在出现问题了 他就得自救 我得寻求固有市场以外的更大的市场 欧洲 美洲 自己的市场 是吧 亚洲 像日本新加坡这些市场 韩国 他原先的人口基数在那 一时半会儿你不太可能开发出更大的市场规模 那怎么办呢 他就得开发中国市场 是吧 那有些人考虑了 印度370万平方公里 12亿人或者是马上快14亿了 为什么不开发印度 其实人家也在开发 也在开发 但是印度呢 他这个民族呢 就是说 笑话比较多 所以总体上来说 如果说他要 培训一个 品牌忠诚度比较高的市场 他宁愿选择中国 其实西方一直是在这样做的 这次对中国问题的这个制裁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 在 在中国形成一个两到三亿人的中产阶级 就你很稳定 你能购买美洲或者欧洲的产品 这是人家最终的目的 至于你共产党值不值得垮不垮台 习近平死不死 爱死不死 那跟别人没关系 所以不要把这个 习近平说了啥 说说说王岐山说了啥 那个那个什么 王洋是不是当当当当 下一任总书记 这东西没关系 跟老百姓没关系 人家要的也不是这个 人家要摧毁的是一个旧的制度 这个制度制约了中国人的购买力 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 那个我看了一下三十五分钟 差不多了吧 明天再说吧 是吧 因为我不太想谈那个贸易战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问题已经 我谈过很多遍了 我的观点 短时间内他不会有什么改变 对不对 我的人也很傻 我又不会说 我又不擅长这种急转弯 是不是 要看急转弯的人 你可以去看那种 什么郭宝胜啊 什么什么 那个袁红冰啊 这一类的视频 因为他们那个比较擅长的东西 我我不是 我比较笨 我只能说我自己能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呢 没责 不喜欢我的呢 你可以骂尽情的骂 没关系 有些人说我是特务 好几个了 好像很长时间了 有人说我是特务 不是 你们不能光说我是特务 你们得给我找一组织 是不是 找完组织之后呢 有个地方领津贴 那个最好 因为我现在情况比较特殊 我是拖家带口来到泰国 我到现在银行卡还没开找呢 就那个泰国 他不允许旅游先开银行账户 知道不 就我总不能拿抓的微信 我去菜场买条鱼吧 是不是 我现在的情况很困难 对不对 你要真给我找一组织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